又忘了把帽子带过来了 大家好,我是妍妍 这会儿我要来拔我 我觉得我真的是太爱捣腾了 一会儿又在种,一会儿又在拔 我要把这个花池里面的燕日辉给它拔起来 拔起来上盆给它控养 因为这个燕日辉好像和里面的有点格格不入 它的杆子有点长 这会儿就要给它拔起来 给它拔起来重新上个盆给它控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 好像这个就是砍的一个脑袋 然后下来,然后插在里面的 你看现在又在抱第二圈宰了 现在已经 你看这里,燕日辉 然后那里面也是 我最后要开始来拔 谢谢 你看燕日辉 原先是一个,然后这里又开始抱宰 路养的 但是我种盆里面的不知道路养 为什么就有斑 然后种在这地上的,你看 这颜色都是,至少叶片很干净嘛 先不说颜色 因为地沾你想出好好看的颜色 像现在的话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这会儿我先来拔起来 拔起来到时候去那边移一个大盆 让它直接抱颜色,然后控养 你看生命力自顽强 肉肉它是,嗯,就是那种 它下面的根系,吸不上水了 它就从上面,自我保护着长气根 这个气根都不影响了 太缺水造成了,给它扯掉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这样就是一颗燕日辉 我放在这边,到时候拿到 在家里或者拿到大棚去 给它直接上一个那个盆 肯定特好看 这一颗,超大颗 哇,这根系长得好厚厚呀 这根系,到时候我带土一起种 这样浮蓬快一点 上色也快一些 我还是挑形状好一点的 像这种就先等它在里面长着吧 乱糟糟的,没办法一时空出形的那种 就让它先长着 可以很快空出颜色,空出形的 就给它拔起来上盆 我发觉我到花园 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母本天地了 基本上就是 要的肉肉的母本 都是从这里面提取的 看,我地里的这个白风长得好大 这里下光,这会儿太阳是从后面来的 还有这个晚叶鸡丘利 好想砍头呀,超级想砍头 就是还没有时间 好多东东都是 你看这个富横潮 之前这边全是肉肉 现在全部长富盆草了 咱们那个草也挺好看的 你看嘛,小鸡小鸡的 就像玫瑰花一样 总比长其他的草不好看的好看 你看这 我老妈这会儿在帮我补红砖里面的肉肉 上次不是拔了一些红砖的地方吗 就又给它补上 你不补它长久了,它就会长不好 长不好的话就一坨空 一坨有,一坨又没有 看这会儿它又没有了 这是我今天填补的 这边相对于杆子要矮一点的 然后这边的纸乐也填补的差不多了 这会儿就是来拔那一块 那一块儿拔了 然后给它种同一个品种种一块儿 我觉得以前种的太混乱了 主要是以前肉肉也比较有限 所以说就什么都拼一些 拼在里面 把这个拔起来 就可以上坤坤了 上坤坤又叶水了 就好看它就拼着 看吧,这一堆 刚刚还一眼洋高燥 这会儿就没太阳了 为什么这个这么大呀 这根系是长得有多好 你看,都是大颗八颗的 超大颗 哇塞,这颗才大 我还要留一些母本 留一些这个品种 我特喜欢 看着那么多花头 也就拔了这两盘 没多少颗 最多十几颗 你看这是顺便算 还是很兼气 就是我刚刚拔了点土 拔在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品种 还是可以就是录养的 还有我这一堆 就法师吃之前 就是接那边大棚 一些乱七八糟的 放进来的 也没挑 好不好坏不坏 反正就一顿乱弄 这会儿给它起出去 把这个全部更新迭代换新的 昨天就没有什么太阳 看着就不好看 你看今天 这会儿看一下 它是有那种感觉的 就是这会儿有点反光 这些乱七八糟都长好了 长得满满的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很好看的 看之前种的这个 相当于是那个分支的砍头的 你看现在这个颜值 好高的 期待我的这些小头吃盆 茁壮成长 长到春天 我觉得应该都很美 现在是努力长根生长中 等到春天 就是努力的变美中 我的这个大轰动 这叶子也太肥了点点 我拿出来 好歹这尖尖上 有一点粉红尖尖了 放里面的时候 它那个粉红尖尖 都很淡很淡 就相当于没有了 你看支出来 这没几个日就有红尖尖了 穿着 对方说